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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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主日学系列 《罗马书》 《全秘的救恩》 今天是第五课 与主同死同复活 第二节 《罗马书》 六章十二至二十三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课呢? 我就和大家分享了《罗马书》 第六章一到十一节 去到第十一节 就有这样的总结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女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第十节 很清楚解释了 与主同死同复活 受证归入他的死和他的活 这个这么宝贵的真理理念 由于我们明白了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恩信的过程 所领受这种生命转换的奥比 这个真理观我们明白了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认定和相信 看自己向罪是有能力说不 向罪说不 如同一个死了的人 对罪的吸引力没有反应了 那向神呢 因为在基督里 透过基督的死和复活生命的联合 我们就认定了 亦都经历到有能力向神活 所以看自己向神是活着的 并且实际是这样的 所以从此之后 我们终于开始读神的话语 我们开始学习听从神的话语 遵行神的话语 经历祂话语的真实和真实 而带给我们的自由 好了 去到第十一节之后 就到第十二节了 保罗就在这里 就带出一个结论 他就说 既然你明白了这一切 也都体会是这样去思想 这样去看 向神活着的 所以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既然有这样的看法 当罪到你的面前 神已经将新的生命给了我们 与基督同死可以向神活 所以我们有一种能力 和罪说不 他就说了 不要容罪 我们可以经历到一个新生命的事实 不容许罪在我们身上继续作王 所以他就说 不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不容许他继续好像一个王拳那样核制住我们 因为他这样核制住我们 就使什么呢? 使你们信从生子的私欲 所以我们以前败坏的私欲 就有一个罪身 这个罪的身体如同一个王 核制住我们 就是要满足里面那种败坏的私欲 所以现在我们不容许罪成为王 核制我们 我们衍生出来的生生活的表现就是 我们不会信从这个生子里头这个败坏的私欲 既然我们不会信从这种败坏的私欲 那怎样呢? 十三字就说了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就是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 献给罪作不易的器具 也说 以前我们既然在罪中生活 以罪作为我们的王 控制住我们 核制住我们 为了满足我们败坏的私欲 就用一个驱祸 血肉之驱 去满足了我们里面的私欲 所以做了很多不法不易的事 而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血肉之驱 就是为我们可以表达出 满足我们的私欲 而有的一个工具 说它是透过这个工具 与世界各有的事物的接触 去达成我们私欲里面的满足 所以保罗就说了 既然不容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 不容许这个私欲得到满足 那么这个肢体 我们昔日的血肉之驱 不会再像昔日那样 成为一个不易的去具 那既然不成为一个不易的工具 那么我们这个血肉之驱 就成为什么呢 圣经继续这样说 保罗就说了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那就是说 而我们说信了耶稣 那我们就像什么 像耶稣那样从死里复活 有能力向神活 那既然向神活的人 他是什么 是将自己献给神 就是自己里面的意愿 按照已经释放了 得到这个主权之后 我们就移交给神 这个很重要 将我们的意愿移交给神 因为我们可以向神活 而且向神活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是一个真正的自由 并将肢体作异的去具 献给神 那既然我们的心灵 献了给神 向神活的话 很自然 以前这个不易的器具 这个是血肉之驱 就因为要配合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 正确的意向 我们的肢体 我们这个血肉之驱 就仿佛同时献了给神 按神的心意 在生活之中表达出来 透过我们的血肉之驱 按照神的心意 行出正确的事理 所以我们的这个肢体 就成为什么 作异的器具 献给神 我们之所以将这个血肉之驱 能够献给神 行出正确的意的行为出来 之前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 献了给神 我们的心思意念之所以 献给神 是因为我们恩信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不再最终被核制 释放了出来 释放了出来 同时又向神活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真自由 向神活着的生命 就将自己的心思献成给神 后来我们的身体又配合这种心思的献成 所以亦都能够配合神的心意 行出种种的意 彰显出这个肢体 这个血肉之驱 终于成为一个意的器具 十四节这样说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因此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 这个罪权的核制 已经失去功效了 它不能够再在你面前 称作主人 核制你的心思意念 核制你的血肉之驱 去犯种种的罪 它已经失去了这种主权的核制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圣经就说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那这句话千万不要误解做 就是说 既然不在罪权之下 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 因为不在律法之下 那我们就不需要 去按律法的需要 去行使律法的要求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不会再在律法之下 的规条 控诉我们 以到我们无法交出这种 属罪的属价 而仍然活在这个罪权之下 我们不是这样了 而是我们会在恩典之下 我们不需要透过不断 以为遵行律法 就可以清义 而脱离这个罪权的核子 我们不是在这种律法之下 而在恩典之下 我们不是靠行律法来清义 我们是靠恩信基督的恩典之下 所以既然这样清义之后 我们就不会再服在罪作王权 主宰着我们 所以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就不再在律法之下 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 而得蒙负罪释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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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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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已经是在恩典之下 得蒙释放 不在罪权之下 可以向罪死 不作罪的劳牧 将肢体 献给神 可以向神活 甚至这样讲 这却是怎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既然我们在恩典之下 就千万不要误解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继续做犯罪的事 因为不在律法之下 仿佛好像不受律法管轻 不是不是 保罗说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 蒙恩得救 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的赫仔 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 令到我们向神活 就可以行 神在律法当中 教导我们行义 行正确的事的引导之下 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 就令到我们能够信服神 遵行律法里面 正确的训断与教导 就不是说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继续乱犯罪 你记得 不在律法之下 是按着 以犹太人 或者不明白 真理的那些爱帮人 里面有一种的教导 就是说 我们是用立功之法 去得清义 可以脱离罪的赫仔 其实不行的 所以我们就不是这种 错误的教导 不是这种的律法 错误的教导之下 不是一行律法 来清义的教导之下 我们是按行真理 里头恩信清义之下 蒙这个恩典之下 来复活与主同死同复活 有这个生的生命 去遵行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 仍然是会守律法的 是守神眼中 行为正的律法的引导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原则底下 是不会犯罪的 是不允许在恩典之下 乱继续犯罪的 断乎不合 为什么呢 十六节说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 作劳博 信从谁 就作谁的劳博 就是说 当你将你自己的身体 献上的时候 将你的心思意念 都献上的时候 你信从哪一个方向去 就做了那个方向的 就做了罪的劳博 以致什么 能够成义 就走出义来了 就不是说 你要行律法才能够称义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当你信从了神的命令的时候 你就走出一个结果出来 就是义的 而信从了罪而做劳博的 结果就是死的 所以去到第十七节 保罗就说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劳博 没错了 我们之所以感谢神 因为有以前和现在的对比 以前是很惨的 作罪的劳博 明明知道错 由于罪的权势 私欲那种败坏的能力 带到地步如同一个主人 罪权将我们劳略了去 我们依附着这个罪的态度 这样去信从行恶 成为罪的劳博 现在从心里面 因为与基督生命死与 向神活一种生命的联合 我们心里面 向神有一种顺服的生命开始 我们就顺服了 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 我们会顺服神 是因为有真理的介入 令到我们里面明白了 真理将我们的生命 透过圣灵的帮助 重生了我们 因着信神的话语 圣灵的内注 将基督的生命 死而復活的生命 内掌我们里头 所以他就说了 现在我们因为心里面 信服了圣经里面的教导 他就说 就是在福音里面传给我们这个真理 这个道理的模范 就是说 当我们领受真理这个道理的时候 是有一个规范 有一个模范的 有一个榜样的 就是这样的范围 就是这样的内容的 是不会越过这个规范的 而这个规范里面 是表明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脱离罪 不成为罪的劳瀑 就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真理 福音里面 关于从基督女 与他同死同復活而得的生生命 这个道理的内容 是有一个规范的 凡是在这个规范里面领受了这个道理的人 就是能够有新的生命 不再成为罪的劳瀑 反过来 如果扭曲了这个道理的规范里面那种的内容 失去了那种真理里面纯正的教导 领受错了福音 这个人是仍然不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 仍然在罪当中成为劳瀑 因此我们所传的福音 讲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种属灵里面 真正的教义 里面那种真理的内容 必须是有一个规范性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守住 纯正基督的福音 好了 接着他就这么说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作了义的劳瀑 所以透过这节圣经我们知道 既然从罪里得释放 我们取回主权了 而这个主权帮我们向神活 我们就走出神眼中看为正为义的事 我们就成为什么呢 义的追随者 以前就服事罪的 现在就服事义 一个正确的生命 一个真正自由的生命 神原先创造人的生命是行义的 只不过要先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 将我们犯罪的属价交出来 又将一个新的生命向神活着的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有能力成为一个义的劳瀑布 一个义的执行者 十九节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华对你们说 是什么意思呢 我用人的向度 那个的角度和你们解释 正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软弱过的 正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软弱的经历 正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软弱的肉体 既然我们都有一个软弱的肉体 我们就按人的常话去说 有这样的经历 以下来说的话你就容易明白了 你们从前怎样再肢体 将你的血肉之躯 献给不洁 不法再劳瀑布 个个都试过的了 这个身体做了一些不干净 而且这个不干净是说犯法 而这个犯法不是说地上的犯法 是得罪神的犯法 献了出来 做了这些不法不义的事情 那就作了他的努力了 以至于怎么样 既然我们屡台这样 所以被神定性为不法的人 不法的人 在罪的权的核责下 最终将他的肢体 献作行出种种不法不义的事 现在因信了主之后 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意作劳瀑布 以至于什么 成性 所以现在我们既然信了主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 所以我们就将我们的身体 血肉之躯 按照我们这种已经信服神 信从意的方向去行使的时候 那我们的血肉之躯就配合出来 行神眼中行为意的事 这就显明出 我们已经成为什么 意的追随者 意的劳瀑布 可想而知 我们不可以有一个骑长派 我们又不想做罪的劳瀑布 我们又不想做意的劳瀑布 没有的 只有两个方向 一 你是做意的劳瀑布 一 你是做罪的劳瀑布 只有基督释放的人 先有能力有资格 可以成为意的劳瀑布 否则永远都是罪的劳瀑布 无论人说什么的道德高尚的论调 或者不同的宗教 带给我们一种善的观念 叫我们去行善也好 凡在基督以外的人 圣经都说了 我们都是罪的劳瀑布 唯有在基督里面重申领受福音真理 恩信称义与基督生命的死与生联合的人 恩着基督这种生命的大能 我们才能够作意的劳瀑布 以到我们生活上行出意的时候 就成为圣洁 在神的面前不算为有罪 因为都在神眼中看为意 是分别出来成性的生活 二十字 因为你们作罪之劳瀑布的时候 就不被意弱束了 所以这句说话又再解释得更加的仔细 既然我们以前是造罪的劳瀑布 那怎样呢 就不会被神的意 里头的真理去约束的 反过来 当我们已经在罪里面得释放 我们就不觉得 这个是意去约束着我们 而是我们甘心乐意 喜欢去行意 所以意的约束 就仿佛 在昔日作罪人的时候 因着我们信主得救 成为一个新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不觉得它是一个约束 反而觉得应该是这样做 而且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去做 这个就是一个得救的人 生的生命的表现 但是以前作罪瀑布的时候 就觉得 神的话语真是充满约束性 不想遵行神的话语 所以一个生的生命 是被意约束着 而且是甘于被意约束着 因为我们里头的生命 已经成为意的特点 所以就行意 作意的努力 第21节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所以当我们已经是作意的努力 被意去引导住 而不觉得约束的时候 反而是什么呢 以前行恶那些 我们心中是觉得相当羞耻的 所以他说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以前就可能有一些羞耻 而且甚至有些人 行恶是不感到羞耻的 但现在恩信清义之后 行义才是正常的 行些不义的事 反而觉得是极之羞耻的 而这些 行不义而羞耻的事 那个时候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死了 那现在呢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女得释放 作了神的劳博 就是二个劳博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那就是说 当我们里面 能够按着神 恩信清义 有一座生的生命给了我们 我们成为神的劳博 成为义的劳博 里面会有行义的生命的特点之后呢 我们结出来的生命 成效是什么呢 这个结局就是永生了 这里所表达的就是 当我们这样去行出神眼中 看为正的事 有一种成性 义的生命具体表现出来 是让人看得到的 那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的结果就彰显出 我们是有永生的人 有永生的人 才能够这样行出神眼中 行为义的 不是因为我们行了这些义 才有永生 不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先恩信就有永生 既然已经恩信清义 有永生之后 就必然有一个永生 这个新生命的具体的行动 能够彰显到出来 这个就是成性的果子 就更加证实了我们有永生 我们最终的结局 会被人看到 就是有永生的 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本身已经有永生 因为二十三字这么说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他说因为我们犯罪之后 就换取回来的就是死 公价这个字呢 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就是G3800 原先是指赴给那些士兵的食物 那些的钱 后来就指什么呢 就指申水或者公资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个字可以译造 申资或者报酬的 那就是说 这个公价就是前文所论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就是说当我们犯了罪之后 得回来的公资 成世人犯罪 得回来的结局是什么呢 给回个报酬 就是死亡了 一切罪人行恶之后 终极的报酬就是死 每个罪人都是这样 这个报酬就好像什么呢 作供之后 主人发给供人的身水一样 我们行恶种种的恶 最终得回来的报酬 就是死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他说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得到的报酬就是死 那唯有神的恩赐是什么呢 唯有神八百的恩典给了我们 就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永生 所以我们不是行出义来 作义的劳博 有成性的果子 先得永生 不是这个意思的 是我们在基督里 恩信主耶稣基督 就有永生 所以有这种永生的 新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结出义的果子 就是22节 那里这么说 成性的果子 是分别出来 神所喜悦的生命的 意幸的果子 而这个结局 就是告诉我们听 我们有永生 最终要显出来的 就是有永生 这个果子 就是一个证据告诉我们听 有永生的 不需要担心 我们已经先领受永生生命 能够有成性的果子 而这个果子就印证出 我们结果 就是一定有永生 就是神应许我们 恩信清义而有的永生的 那希望弟兄姊妹 带着这个明白的真理观 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 在这个永生的里头 已经领受这个新生命的里头 在神的八百的恩赐当中 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向神活着 成为义的劳博 揭出义的果子 揭出成性的果子 彰显我们 已经领受永生的事杀 今天第五课 与主同死同复活第二节 罗马书六章十二至二十三节 就到这里了 愿我们明白 神救恩里面封城的恩典 能够与主同死同活活 作异的劳博 行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 预导彰显出 成性生命的果子 荣耀归归神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